陈小旺,著名的陈氏太极拳大师,陈氏太极拳的代表人物,为太极拳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90年,他赴澳大利亚发展,成立世界陈小旺太极拳总会,每年巡回到亚、欧、美等世界各地推广普及太极拳。 自90年代史,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上百个城市积极推广传播太极拳,为太极拳走向世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09年,陈小旺、陈正雷,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012年9月,在湖南电视台的一档综艺节目中,陈小旺与亚洲第一大利益士龙武进行比赛。 龙武当时51岁,体重220斤,陈小旺当时接近70岁,体重不到200斤,龙武可以推动25吨的汽车。 在这场比赛中,他却没有推动陈小旺,充分展示了陈小旺千斤坠的功夫。 这场比赛共封城三局,每局一分钟。 在这场比赛中,也是跌盪起伏。 龙武几乎推动了陈小旺,但陈小旺终于坚持住了。 最后,以龙武的失败告终。 这场比赛,在国内银行非常大,收视率也非常的高。 事后,人们纷纷地对这场比赛进行了点评。 绝大多数人对陈小旺的功夫都给了极高的评价。 然而,到了2017年,形势发生了逆转。 龙武在他的微博中,报猛料,说,这场比赛中,他们做假。 龙武在微博中说,我和他推了5秒钟就把他推伤了。 他在椅子上,坐了一个小时起不来,后来问我怎么办。 我说,还是让大师赢比较合适。 然后,最后,勉强录了个结尾。 电视上演的全是开始的镜头剪辑的。 微博一出,社会上炸了锅。 很多人都指责陈小旺。 有人对龙武的爆料表示质疑。 龙武回应说, 他和陈小旺可以再进行一场比赛。 看看他所说的是不是真的。 龙武不但对陈小旺不以为然, 对陈世台拳的代表人物王战军也嗤嗤以鼻。 龙武哪来的这么大底细? 这需要我们对龙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其他代表人物王战军以及武术,传统武术都有沉重的打击。 龙武从小就食量和力量远远超过常人。 1996年以优优的成绩考入西安体育学院。 系统地学习了体育教育学、运动医学、运动心理学、 举重拳击、武术、武术、散打等20项体育专项课程。 1998年毕业,加入武警云南总队散打队。 他的最好成绩是全国比赛第三名。 2001年退役。 2009年到2011年,三次夺得全国大历史争霸赛冠军。 大历史比赛,我也是获得了三次比赛的总冠军。 郑州是我的福利,在这里我感觉到倍感亲切。 也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还期待着再次来郑州,再在这里创造辉煌。 郑州,我爱郑州。 龙武不断地挑战自己。 他在一档节目中, 只身拉动了32吨重的飞机。 哇塞,太棒了。 几位飞机车移动,缓慢移动。 哇塞,龙武的每一步都非常吃力。 他拉得很尖难。 龙武还能坚持到终点吗? 大历史加油! 龙武的另一项奇迹,就是推动一辆25吨重的大卡车。 我想不太可能,如果能推动的话,还要终于干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辆车有多重吧。 小厨,小厨,小厨也啊! 一、二、三、四! 我不相信他能推动。 天哪,这么多人都无法推动这辆重型卡车, 这不禁让所有人对龙武的推车测试捏了一把汗。 对于亚洲首席大力士来说, 推这么重的卡车,也是他之前的职业生涯没有过的。 刚才那么多人都没有推动这辆车,您觉得您有没有信心? 肯定没问题我,三十吨一类的车子,在我手里边都是随便推动。 三、二、一,走! 龙武开始了! 卡车能够移动吗? 天哪,卡车的轮子开始动了! 如果平时要启动这样一辆十个轮子的重型卡车, 卡车需要配备至少十升以上的柴油发动机, 这可相当于八辆小轿车的动力。 伴随着龙武的吼声, 二十五吨的卡车缓缓向终点挪动。 这速度比之前还快了。 驾驶室是没有司机的, 二十五吨汽车的推动力全部在龙武的手臂上。 无比惊奇的路人们也在默默地为龙武加油。 好,车头已经压过终点线, 在加码镇就能完成这项高难度测试了。 成功了! 能够成功把二十五吨重的卡车推到... 从这些介绍中, 我们知道龙武不仅仅是超级大力士, 而且是武林高手, 一般的练家子败在他的手下, 应该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 陈小旺败在他的手下, 其实也不冤。 陈小旺的爷爷是陈发科, 陈发科是陈长兴的曾孙, 陈长兴是杨露禅的老师, 陈长兴是无可争议的太极拳宗师, 其武功高强为世人主目。 作为曾孙的陈发科, 继承了太极拳的一波。 他是太极拳一个时期的重要传人, 他培养出了大批的学生, 著名的有洪军生, 李建华, 雷姆尼, 田秀晨, 陈兆奎, 李京吴, 冯志祥等。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案里, 陈小旺等后代子孙, 应该很轻易地就能够继承前辈的太极拳精髓, 然而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陈小旺的父亲是陈兆旭,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军撤退后, 他把村政权寄养在他家的牛给败了, 加上种种的罪名, 陈兆旭被判了刑。 直到1960年, 陈兆旭由于心情郁郁, 死在狱中。 有着这样的家庭背景, 在那个年代, 陈小旺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 陈兆旺1946年生人, 解放时他年纪还很小, 他根本没有机会向他的父亲陈兆旭学习太极功夫, 而且有资料显示, 从1941年起, 由于连年的饥荒、战争, 在陈家沟, 学习太极拳的人已经极少极少, 解放初期, 学习太极拳的人也很少。 陈兆批是陈发科的侄子, 是陈氏太极拳的重要传人, 他曾在北京、南京、西安等地传授太极拳, 1958年他回到家乡, 见到家乡, 学习陈氏太极拳的人已经很少, 于是成立了传授太极拳的小组, 专门了传授太极拳。 陈兆批的成分是地主, 在那个年代, 他受到了种种的打压, 传授太极拳也是非常艰难的, 文革中, 他曾几次要自杀, 直到1969年以后, 情况才有所改观, 何止是陈氏太极拳, 在那个年代, 几乎所有的传统武术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压, 甚至很多传统武术都面临灭绝的危险, 这才有了后来的要挽救传统武术的运动。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陈小旺等一批年轻人重新挑起了陈氏太极拳的大旗, 把陈氏太极拳发展得红红火火, 实属不易。 陈氏太极拳有了后来的蓬勃发展, 除了体委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以外, 陈小旺等一批太极拳人的努力是分开的。 陈小旺在太极拳领域成绩斐然, 1980年至1982年全国太极拳比赛中, 他连续三年获得金牌奖, 1985年以后, 曾二十多次获得重大比赛的冠军。 我们在翻阅他这些成绩的时候, 发现他并没有在推手比赛中的冠军成绩。 这或许是他推手比赛的成绩, 并不如他表演赛的成绩那样好。 因而在宣传上就省略了。 2002年, 陈小旺与廖白在高雄进行了一场比武切磋, 在很多前辈、武林前辈的见证下, 两人进行了公开比赛。 廖白认为大陆在太极拳功夫上已经基本消亡, 而真正的太极拳传承是在台湾。 陈小旺当然不服这口气, 他专程搞闹台湾与廖白进行比试。 廖白当时51岁, 陈小旺57岁, 在身高、体重上, 陈小旺略占优。 但在这场比赛中, 两人几乎是打了一个平手, 谁也没有怎么着谁。 从现场的比赛情况看, 陈小旺略略占了一点优势。 这个视频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真正的陈小旺的实战比赛的视频。 从这场比赛的结果看, 大陆的太极拳功夫已经完全恢复起来了, 并不像他们台湾的某些人认识的那样。 只有他们台湾才代表了真正的中国。 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陈小旺所掌握的太极拳功夫。 这是拿法和反勤拿。 陈小旺通过丹田发力, 丹田来旋转发力, 带动, 由丹田带动, 身子带动手。 他能够在他别人拿死的情况下, 把他手拿死的情况下, 他能反着来逃脱出来。 这个功夫是很了不起的。 一般的人是做不出来的。 你拿死的情况下, 他依然能够从里边逃脱。 这是众人排成长龙来一起推陈小旺。 这是陈小旺常常表演的一个项目。 他利用千针锐的功夫来抵抗住这些人的推。 他抵抗住了。 但是他是用功力。 他其中也使了一些小技巧。 这是难免的。 但是没有这个功力, 他是抵抗不住的。 我个人认为, 在他抵抗的时候, 他也使了一定的功力和 所谓的后脚支撑力。 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他后脚支撑。 有力量就有顶力, 有顶力他使的是功力。 在使功力的时候, 就难免难免要出力。 但终究他用功力顶住了这些人。 这是需要一定的功夫的。 只有技巧, 没有这个功夫也是不行的。 正是因为他功夫中有一些欠缺, 所以在跟龙武比赛的时候, 被龙武推动, 也就是有可能的了。 长期修炼太极拳, 一种抗击打能力自然而生。 这是小伙子在打陈小王。 陈小王很轻松的就扛住了他打。 第二次打击的时候, 陈小王用拿法把他摔倒在地。 陈小王在被小力推的时候, 他就很自如了。 他可以一条腿支起来, 身上不用力嘛。 当小力的时候, 他是没问题的。 他的拿法, 拿法也是非常出色的。 他长期的教权的过程中, 很多人可能就要跟陈小王比试一下, 暗中比试嘛, 对老师不见得非常的福气。 但陈小王在这种比试中, 肯定有他的绝技, 有他的办法。 他的拿法和抗击打, 防推的方法, 都是比较出色的。 这是陈小王在国外教权, 教他们拿法。 陈小王的拿法是比较流畅, 出色的。 常常的用拿法来制服对方。 在长期的教权过程中, 难免有一些人对陈小王不服气, 或者说想试试陈小王的功夫。 陈小王自然也有一些对付他们的办法。 拿法就是他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很多的太极拳老师, 实际上拿法都很出色。 我们的散打运动员, 搏击运动员, 对于拿法上不见得适应。 传统武术以及太极拳中都有一个综合格斗的技术。 综合格斗包括多方面, 不仅仅是踢打, 还得有摔和拿。 拿就是拿法和擎拿和反擎拿。 下面一段视频, 就是陈小王在教外国学员的时候, 用擎拿和反擎拿的方法。 陈小王用的还是相当利索的。 他能够很快地拿住对方, 而对方反拿他却很吃力, 反而被他反拿住了。 在这里应该特殊提示一下, 丹田内转, 传达身体, 带动烧结的运动, 是陈世太极拳的一个重大特点。 陈小王对此有详细的讲解。 比如说一个人起脑, 抱着我手了, 这个人来, 小军你来, 你可以掐着丹田, 看我丹田有没有动, 你来,你来弄我。 掐紧。 大家看, 这不是掐紧, 很痛的啊。 你看我怎么动, 这个地方越动会越痛的, 对不对啊。 这个地方动, 把镜传到这个地方, 看着啊, 开始,用劲吧。 我动了啊。 我感觉到您这个丹田这个地方, 好像是有一种,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折叠, 是吞吐的那么一个力量。 对,对对对, 胸腰折叠, 丹田前后旋转。 对对对对对, 非常明显。 这是陈小王, 丹田发力, 带动身体发力的演练。 陈小王真正实战的推手视频, 我们这里是很难查到的。 我这里, 把他的侄子, 陈自强的实战视频, 放在这里, 供大家欣赏。 他很能反映, 陈小王的水平。 陈自强是陈小兴的儿子。 他自幼跟陈小兴学习, 也得到陈小王的悉心指导。 也算是陈小王的得意门生。 陈自强推手和摔的功夫, 大体上也能反映出陈小王的功夫。 这是他和一个外国人, 外来的白人, 进行推手。 看, 他一下子把他摔倒了。 这是陈自强, 在指导其他的陈世太医拳的习练者, 进行推手摔的比赛的一些训练。 陈世太医拳, 在竞技推手上, 还是很厉害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在陈家沟人的努力下, 陈世太极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洗练太极拳, 洗练陈世太极拳, 蔚然成风, 对太极拳的推动和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自从大历史龙武揭露他和陈小旺的比赛中作假的问题, 陈小旺的名声也受到了损害。 陈世太极拳能不能打, 能不能实战, 也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不仅是陈世太极拳, 整个太极拳, 整个传统武术都受到了冲击。 这是摆在传统武术习练者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但不能因此抹杀陈小旺在推广陈世太极拳上的重大作用, 也不能抹杀他确实有的一定的功夫。 我们前面介绍了他的许多功夫。 有很多网友质疑陈世太极拳, 乃至其他的太极拳都不能上擂台比赛, 不能上擂台与搏击运动员进行对打。 这个问题各有各的看法。 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每个习练传统武术的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这里不做赘述, 我只是将我对陈小旺功夫的理解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是胡天狐, 希望大家喜欢, 为我点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